太平公主为何将自己的情人推荐给母亲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人们在肯定她杰出政治才能的同时,也对她荒淫迷烂的生活颇多批评,说她广致面首,宠幸男士等。 那么,历史上的武则天究竟是怎样宠幸男士的? 初唐四节之一洛宾王曾写过一篇为徐敬业陶武召席,席文中称,伟林朝武士者,西冲太宗夏臣,曾以更衣入室。 几乎晚节,会乱春宫。 前隐先帝司,因图后防之弊。 入门见急,额眉不肯让人,眼秀公蝉,狐媚偏能或主。 见缘后于徽宅,现无君于俱忧。 家以悔意为心,豺狼成性。 禁侠邪辟,残害忠良。 沙子徒兄,是君振母,据说武则天读了这篇将他骂的狗血喷头的习文, 却一点也奈何不得他。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的公蝉善媚手段无人可比, 而她在治天下的气概和能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内为财人, 太宗死后,他出家当了尼姑, 不久又被继位的高宗召回为昭仪,后立为皇后。 后来,武则天参与朝政,自称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 高宗死后,武则天先后废了中宗, 瑞宗两个皇帝,自己做皇帝, 并改唐国号为周,立武士七庙。 这年是690年,他专门造了一个字, 给自己取名为赵,意思是日月当空,目无一切。 武则天称帝以后,先是定纪元为天寿, 后来又用天策万岁,万岁登峰,万岁通天等帝号,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一位皇帝如此豪气干云, 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武则天不仅在政治上豪奢专断, 而且在生活上也显露出惊人的一面, 他像南姓皇帝一样纳窃丰功, 成天与面首鬼混在一起, 让男士陪寝,过着荒迷淫荡的生活。 据文字记载,当时先后有薛怀毅、 沈南求、张艺之、张昌宗、柳良斌、侯祥、 僧慧范等人阴阳道状位而成为他的男士。 他还专门设置控鹤间,搜罗天下美男, 对外号称专门研究如佛道三教, 实际上就是公其放纵情欲, 淫乱享乐的后宫面首院。 薛怀毅,原名冯小宝, 本是个市井卖药狼, 身材魁梧, 能说会道。 据旧堂书, 薛怀毅撰载, 他先是与高宗的妖女千金公主勾搭成奸, 后被武则天横刀夺爱。 武则天从冯小宝身上尝到了未曾有过的闺房欢乐, 脸上重现光泽, 焕发出清新的朝气, 整个人充满生气活力, 连宫女们都能感受到他那久违的令人轻松的温和及体贴。 当时宫中经常举行佛式活动, 为了掩人耳目, 让冯小宝方便出入宫中, 武则天命他替杜维僧, 任命为白马寺主, 并改名幻姓, 令与太平公主续薛绍合族, 令绍以继父侍之, 让薛绍称其为叔父, 冒充大族, 朝廷上下则呼为薛师。 薛怀毅仗着武则天的宠性, 无法无天, 大行不法之事, 曾因武则天宠性欲依审难求, 他便气急败坏地将明堂一把火焚毁。 武则天明知是薛怀毅干的, 但也自觉难堪, 没有追究, 反而命薛怀毅主持重修明堂, 薛越发骄纵嚣, 树敌亦多。 一天, 薛怀毅擅自闯入 只有宰相可以出入的南亚, 宰相苏良寺瞧不惯他的嚣张气焰, 鹤令左右接接时时地扇了他几十个耳光。 薛怀毅捧着红肿的脸向武则天哭诉, 不料武则天反而告诫他, 这老儿, 朕也怕他, 阿师以后当于北门出入, 南亚乃宰相往来之路, 不可去侵犯他。 为了这事,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当面说过他母亲, 为什么不选择资饼浓粹的人来帮助有赏盛情, 排遣樊律, 何必去宠幸那些市井无赖之徒, 为千秋万事所讥笑呢? 武则天颇为感慨地答道, 你讲得确实不错, 前些时候苏丞相打薛怀毅的嘴巴, 就是欺误他世事井小人啊。 假如是公卿子弟通晓文末的, 南亚又岂敢随便侮辱他。 于是太平公主就趁机把自己的情人, 太宗时凤阁侍郎相当于宰相张九成的儿子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 先是夸赞张年尽若冠, 欲冒雪夫, 眉目如画, 身体是通体血艳, 瘦不露骨, 风不垂鱼, 接着悄悄地描述床子之间的一米风光, 那味道就像南海的鲜荔枝, 入口光嫩异常, 婉转如人意, 使人神飞破荡。 说得武则天心花怒放, 便把被人称为面如莲花的张昌宗那为难事。 张昌宗又引进其兄张义之, 一同入宫侍奉武则天。 张氏兄弟聚士宫中, 皆赴粉施珠, 依锦绣服, 聚成碧阳之宠, 美音宴集, 则令朝系宫卿以为孝乐。 若内殿曲宴, 则二章诸武士作, 出仆孝穴, 似语无算。 这就是洛宾王习文中所指的几乎晚节, 会乱春宫之事, 这在旧堂书, 外篇列传中也有记述, 当时武则天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 武则天不光自己与张氏兄弟昏天黑地胡搞, 还替二章的母亲牵线搭桥找情人。 而此时的薛怀义, 因到处张扬武则天的私事, 在武则天受益下, 终被太平公主率人一杀。 武则天以为张氏兄弟是公卿之后, 世家子弟, 大臣们该没人说闲话了, 但忠心耿耿的那使敌人杰偏偏不买账。 敌人杰先前就曾利剑, 武则天撤除会乱身宫的控贺间, 现在又耿着脖子对武则天说, 西臣请撤控贺间, 不在虚名而在实际, 今控贺间之名虽已除去, 但二章仍在陛下左右, 实在有类皇上的圣名。 皇上志在千秋, 留此污点, 书未可惜, 愿罢去二章, 离他们越远越好。 右补却诸敬也劝见武则天, 智不可满, 乐不可及。 事欲知情, 于智皆同, 贤者能劫之, 不使过度, 则前贤格言也, 武则天煞有介事地解释道, 我必信二章, 实乃为了修养身体。 我过去供奉先帝, 生欲过凡, 血气衰好已劫, 因而病魔石相缠绕, 虽然经常服食身容之类的补迹, 但效果不大。 神难求告诉我, 血气之衰, 非要使所能为力, 只有采取原阳, 以赔根本, 才能阴阳和而血气充足。 我原也以为这话虚妄, 是行了一下, 不久血气渐妄, 精神渐冲, 这绝不是骗你的, 我有两个牙齿重新长出来就是证明。 敌人节一时无话可说, 只得顺着台阶救世而下, 有养圣公, 也一条节适度, 自情纵欲, 士族遗害, 希望陛下到此为止, 以后不能再加添难事了。 朝堂之上, 君臣之间竟讨论起难事的事情, 真是千古少见。 不过, 武则天晚年因保养德法, 年高而不衰, 却也是事实, 他还为此专门下赵改元为长寿呢。 神龙元年705, 宰相张俭之等五位大臣 趁武则天病重, 在玄武门发难, 迎太子李哲斩官而入, 斩杀张义之, 张昌宗兄弟, 逼令武则天退位, 把皇位传及李哲, 及唐中宗。 这年冬天, 武则天病死。 他以皇后身份预政二十四年, 以太后身份临朝称至七年, 称帝十五年, 前后贡长正四十六年。 他死后是浩大圣则天皇后, 以高宗皇后的名义 和高宗埋在一起, 故后人称她为武则天。 清朝这名史学家赵义 在念二史札记中说, 人主富有四海, 非贫洞千百, 后继为女王, 而所宠幸不过属人, 故意为族身怪, 故后初不以为会, 而且不必会也。 一级历代皇帝都可以嫔妃成群, 而武则天身为女皇, 宠幸的男士前后不过属人, 即使与历史上不荒淫的皇帝相比, 也是少之又少, 没什么好指责的。 应该说, 这算是比较公正的评论。 武则天具有治国才能, 统治了数千万臣民, 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 当然便有足够的理由去追求奢华生活, 她要的是和男性皇帝平等的情爱。 另一方面, 这也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开放有很大关系。 唐代史理学尚未盛行, 封建礼教还没有完全建立, 两性关系并不像后世那么禁锢与封闭, 有些后人认为荒淫无耻的事情, 当时人可能并不以为耻。 例如, 当时向为后和太平、 羔羊、 襄羊、 安乐、 告国、 永家等公主以及上官婉儿等人, 在私生活方面都非常放纵, 续养着一群男宠。 因此, 我们在谈论武则天宠性男士时, 应该更加客观地将他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来评判。